林荣志和林美珍就把时间和精神都奉献在园区 林荣志每天跑环保站和园区勇于承担 而林美珍在园区担任香机窗口 顾好所有施工人员和志工的胃 但是不说您看不出 他患有乳癌 动过手术后又历经了40多次的化疗和电疗 不过他却依旧天天到园区报到 什么原因呢 每天林美珍师姐不但要在高雄骑山联络处 把所有锅碗瓢盆归位 大爱园区需要几个便当 就连水果蔬菜要如何运用 他都得不责分配 甚至有人受伤了 他还得充当临时的医护人员 每个变化球他都要用智慧化解 就是用一份的爱心一份的欢喜心 希望做出很好吃的便当 让我们的工地菩萨能够在这边增加体力 然后很有体力的赶快把我们的永久屋盖好 很少人知道美珍师姐其实是胃癌症病患 96年检查罹患第二期乳癌 她不但开过刀接受过40多次的化电疗 至今仍不要控制病情 但她欢喜接受 那当我得到乳癌的时候 我竟然是觉得 这是上天送给我很好的礼物 因为上人说身体有病痛是难免的 那你有病痛就交给医生 还是心就要交给菩萨 短短半个月时间 美珍师姐又动了两次门诊手术 不过她随即又投入大爱园区相机行列 她说只要还能动 她会一直坐下去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大爱新闻